我的紋身風格主要圍繞在Blend Grey 很多時候我的靈感來源都是來自找我的客人 他們本身有他們想表達的東西 然後再用我的手工、我的畫法去演繹他們想表達的東西 例如一些植物、花 去表達一些花語裡面它本身有些意思 他們都很喜歡給了一些他們經歷的東西 然後想用一些花語去做一個演繹 因為找我的客人很多都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多人都是很不同的 他們想的東西可能是純粹 他們想用一個獅子去代表自己 然後我就用獅子的圖案做參考 我還有去背景加一些我自己風格的東西 去混合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的客人真的很多不同風格的人都有 但很多都是Blend Grey為主 近一兩年多了很多日式傳統的朋友來找我 可能他們看到我最近畫這兩年 當我接觸了另外一門傳統的手藝之後 我專注了很多時間去畫一些日式東西 那我就多了做Blend Grey的日式傳統 近這兩年 但普遍我也有很多 例如花、自然的元素、動物 很多都是有點線幾學混合在一起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會聽了找我的人 他想表達的東西 然後我再跟他一起去分析 可以拿些什麼去表達 大家認同了 對呀 都覺得這樣做很好 那我們就大家一起完成做那件事 都比較多元化 所以如果你說到單一一個紋身風格 我喜歡做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因為每個人看的眼光有不同的時候 那變了很多找我的客人都是很自由 他們會說一些東西給我聽 然後我們大家再談到一個圖 但大部分都是黑灰為主 因為我自己情有獨鍾 我純粹覺得漂亮 而且黑灰比較保持長久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推動 黑灰看上去我會覺得自然一點 而且又不怕太陽曬得多 黑了 又不怕耐了會掉色掉得厲害 黑灰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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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有一個傳統的味道 而且它可能已經很多年歷史 而且很多人都淘汰了它 很多人覺得可能例如一些 Tribal 是一些小數族的淘騰 來自於大溪地的文化 我自己是很喜歡知道 原來以前人們可以做得這麼漂亮的 但為何現在人們會覺得很老套 但我自己反而會看很多 傳統Tribal是可以這樣做 哪一種小數族是會聞過一種圖案 我自己可能會拿回一些我吸收過 我見過一群傳統的人做過這些東西 而可能將這件事 是否可以叫做傳承呢 或者是想分享給一些 原來都還有一些 喜歡這種圖案的現代的人 即它不只是屬於古代的人才會做 它亦都可以有現代的人去欣賞的東西 所以就沒有standard一個風格 但是就喜歡 blad and grey 黑灰看上去 那些東西都可以做 就沒有設定 一定是old school 一定是new school 一定是甚麼 很多interview都是 人們問我甚麼standard風格 我又 真的沒有standard 但我現在正在學日式傳統 正宗的日式傳統 真的是首次而不是機器 這件事我會很執著 傳統一定要這樣畫 所以我一定會學回一些 最old school的日式傳統 那些我就會比較執著 去跟傳統去做 但現在我自己的紋身 就不會執著 我一定要new school 一定要用右線做 我一定要這樣打快shading 因為有些style 根本就是已經standard了 你old school 要粗線 我就沒有了 即是很個人 可能一個男生來紋 他可能不適合很有線的圖 他聞到上身會覺得很gay 我會跟他配合那個人 我會看到那個人 我覺得他適合不適合甚麼 而再去跟他做那個圖 而不是我畫了一大堆圖 他覺得那個圖漂亮 他選了那個圖 但不太配合他 我就不是這一種 很看個人 我覺得是很個人的東西 很靈女 他會很感動 他aghetti東西 我看到那兒 我會想推搭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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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杯 跟他進口 你吃 你吃